拥有一部19人座的小巴士是每一个乡镇公所最期盼的 而凤林镇公所不只有一辆19人座的幸福巴士 还有9人座的幸福接驳专车一辆 而日前更有善心人士捐赠一辆富康巴士 加装了给行动不便长者上下车的电动扶梯 才预约制免费提供 给需要看诊就医的长者有更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 凤林镇素有长寿之镇的美名 90岁以上长者116位 百岁人瑞更有多达五位 强化对引法族与弱势族群的照顾 更是肖文龙镇长念姿在志的事 自106年7月凤林镇公所提动幸福巴士以来 迄今已经服务超过12487人次 营运路线分为东线的三星中心以及西线的长桥森荣 免费接送部落民众往来凤林市区或丰信部落文件站 大幅减轻部落民众的经济负担 而日前更是获得善心人士捐赠一辆150多万元的富康巴士 凤林正代会主席林建平肯定表示 肖镇长的努力将凤林镇的长者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我们凤林的政政建设在肖镇长的带领之下 所有执政团队相当进者的在发展各项的 包括福利政策包括所有的市容景观 所有的中央的一个一个施政的一个作为 包括我们的金银桥包括我们的台九线的万里西桥之后 那最近我们赴典政府所因为我们各项的所有的政政的发展 得到有些人的一个注意 所以说在这个月我们又得到了 我们不认识的善心人士捐赠了一个富康的巴士 但是这个富康巴士我们现在已经有两部的幸福巴士之后 那我们这次的定期会里面也跟公所相关的业务单位 做成了一个那个商讨 因为我们的富康巴士我们在凤林镇里面 我们有卫生所也有富康巴士 我们其他的一粒麦子政府单位也有一个富康巴士 但是他们那个都是有收费一个标准 所以说我们当下就演绎了 我们富康的富康巴士是一个资格限制 譬如说你有行动不便的 你要需要轮椅的 你要去就诊的时候才预约制 我们先资格的审查之后 我们的使用是免费的 那就是在我们弱势团体这一块 我们富康镇公所也普遍性的有一个构思 那希望将我们所有政府的施作 我们所有的作为都能考虑到最底层的一些基本的需要 所以说今天这个富康巴士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一个配备 它的造价将近一百五十几万 这个为我们凤林政工所带来 在帮助有一些弱势团体 这个福利政策上面 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生力捐来充实我们社福的这一块 而这一次受捐赠的车辆不同于一般福师乡型车 凤林政工所富康巴士特别夹装了电动阶梯 方便老人家上下车使用 提高上下车的便利性与安全性 费用完全是善心人士所捐赠 让企业扩大对银法族与弱势族群的回馈外 还将争取更多社会资源挹注 对银法族与弱势族群的照顾 改善民众生活环境与公共设施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